表示安全带救了世界高尔夫球名将老虎伍兹 也希望大家开车时务必挤好安全带 2月23号 老虎伍兹在美国洛杉矶发生严重车祸 导致双腿骨折 但索性没有生命危险 据报道 伍兹驾驶的座车因为在高速行驶中失控 擦撞风格道之后 反复跌落到山坡之下 车体严重回损 事故发生之后 当地消防医疗人员和警察 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处理 洛杉矶军副警长刚萨雷兹对媒体透露 伍兹当时被困在车内 但是他的意识还很清楚 并说出了自己的名字 消防和医疗人员用救生钱 把伍兹从严重受损的车中救出 并把他送往当地的医院救治 伍兹的经纪人马克·斯坦伯格随后发表声明 指伍兹的腿部多处受伤 目前正在接受手术 副警长刚萨雷兹坦言 伍兹能够活下来真的非常幸运 他表示 以他多年的经验来看 伍兹驾驶的这辆车的安全性能 以及伍兹有系上安全带 是他生还的两大关键原因 大大增加了伍兹活命的可能性 伍兹驾驶的汽车是韩系豪华修旅车 Genesis GV80 由韩国汽车集团现代研发 被视为是最强的豪华修旅车 伍兹从2019年就成为了Genesis的代言人 他这次发生严重车祸 也让这款车的安全性能受到了外界的关注 我们看一下 开的屋子 他为什么出了这个车祸 人在开车的时候 突然开车又打了一个短的车 打了一个短的车 车站在户篮上了 另一个滚出去了 关出去了 关出去了 原来是他打了一个短的 原来是打了一个短的 打了一个短的 打了一个短的车是个弯道 站在户篮上关出去了 这不是零一时间 就很简单 开车就打了一个短 什么调查不调查 就这么简单 就开始打了一个短 就这样 那就滚出去了 关键点就是磕碎了 就磕碎了 磕碎了 好 再见 再见 再见